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28 最近剪一段很难搞的影片 所以出片的速度暂时凍结 现在差不多到备好了 很快就会回复正常 多谢大家内心的等候 这次这段影片无论如何都要打尖 就是After the Fall另一次的重大更新 游戏今次的更新非常多 有新武器、新配件、新装置等等 详细的资料我整理了 会贴在影片内容 好了 我们就重点看几件比较重要的更新 游戏今次加入了新枪 Tommy 它的定位是冲锋枪 如果有玩开射击游戏的朋友 它其实就是Thompson 操控性很好 后作力低 极高射速 傷害中等 算是SMG和M4之间的一款武器 第二样说的东西就是冲击波装置 之前流出的消息 我还以为会是打针的强化 原来它是一个冲击波装置 好了 这个装置主要是解为用 伤害不高 距离越远 伤害就更加低 攻击範围中等 用的方法和Ironman有点不同 中指按住之后 请打出你的直面 完全命中的小怪会打飞 有效范围内 其他丧尸会有类似定身的效果 走错位卡住的时候 现在用冲击波就可以解为了 第三样说的东西就是高爆弹球 伤害超高 攻击範围超小 丢出去之后 只要有撞击就会立即爆 在很紧急的时候 丢到自己的脚底 效益会非常大 好了 第四样我们就说一下 辅助类型的狂步针 揽打针之后10秒内 射速双倍 后助力控制更稳 伤害输出会大幅增加 同时可以用来救人和回血 不过回血的效果就会比较差 要留意的是 生效期间 如果打普通的针 就会移除了效果 好 接着就说下 游戏相关的其他资料 现在大家拿到的辞碟 就不会再重复抽到已经有的配件 在无尽模式中 终于就增加了checkpoint的功能 只要你曾经过了第15 30和45波 现在就可以直接由checkpoint开始 不用再愚蠢蠢 站在这里打两个钟 才去到45波 当然 奖励是由你开始的关数开始计算 今次的更新 还包括了Ironman 储备 现在就可以超过一把 两边手的数量就独立计算 手动上弹 攻击力会增加35% 手残 按着炸弹可以关掉它等等 还有其他武器的增强和减弱的平衡 数据的东西就麻烦大家看看影片内容的文字部分 我觉得今次的更新 令到After the Fall的游戏性更加完整 对于武器的使用就会更加着重 由于每一次的安全室 每样道具都只可以买一次 所以大家就不能再用堆炸弹的方式去硬冲 对于平时习惯依赖炸弹的你 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 好了 我都要继续建小生命 去继续Poker自战赛 今集After the Fall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分享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我是阿伯 多谢大家继续支持 广东话频道 VRVRH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